非常感恩能够在新年的第一年 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么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你们当中 所以很开心在新年的第一年能够来到 所以也要祝大家真的新年快乐 也衷心祝福每一位 能够在今年新的一年 你能够不但只能够经历到神更多的恩典 你还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更深 而且你能够更懂得怎么样用你的爱去回应神的爱 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We are one family 那我们一同的敬拜 一同成长 一同的宣教 一同的传福音 一同的用神的爱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在今年的第一个讲到系列里面 我们会先提到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是个大家庭 那么第一堂我们讲到一个家庭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一起的来学习怎么样敬拜 那今天我们会看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的经文会记载在马太福音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其实引用了旧约的一段经文 所以我们先看新约 主耶稣引用的一段经文 然后我们看旧约 主耶稣所引用的那段经文 到底在哪里 他讲的是什么 只分两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是 当主耶稣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 其实在旧约那段圣经 我待会会跟你解释 是讲到敬拜的 所以这段圣经其实跟敬拜有关 所以我们是一同学习 什么叫全人的敬拜 敬拜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它是一个全人的敬拜 所以在这段圣经是这样讲的 马太福音22章34到35节 那边说法利塞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杀都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这段经文很有意思 因为讲到当初的宗教人士怎么样抵挡耶稣 前面上门讲到杀都该人也问问题 想要刁烂耶稣 他们说提到复活的问题 提到应不应该交税 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 现在虽然他们很刁烂的问题 可是主耶稣三两句就很有智慧的 就堵住了他们的嘴 现在就法利塞人出马了 他看到你们那群傻貌对吧 搞不定耶稣 看我们呢 所以法利塞人现在出来 在内中有一个人是个律法师 他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他说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塞人大家知道是古时候 第一世纪的时候 犹太人的其中一个宗派 法利塞人最讲究什么 律法 他们是律法师 对圣经很有研究 最看重就是 大家都要一起守律法 那么他们把旧约摩西的律法 归纳成大概630条总归 那么接近大概250条左右 是正面的 positive 然后365条是负面的 正面意思说 你要诚实 正面 负面就是不能撒谎 禁止一些事情 所以加起来600多条 那他们也知道说 600多条律法 大概没有任何人能够 完全地守得住 对吧 如果你想象 如果今天你要带个新朋友 来到教会 我们说欢迎加入教会的大家庭 不过就国有国法 家有家亏 我们教会也有点规矩 不是很多 现在给你看 拿出一本像什么什么 电话本那么厚的东西出来 不是很多像600多条 对吧 守得住就欢迎加入家庭 相信他看完之后 这个新朋友下次绝对不会再来 对吧 那法利三也知道 那么600多条 大概没什么市场 因为没有人守得到这种规矩 所以怎么办呢 他们就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他们把这600多条的规矩 定成分成两类 一类是称之为 分量比较重的 跟分量比较轻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守不住这600多条 至少你得看中那分量比较重的那部分 那分量比较重的那部分呢 也有分有些分量会更重的 所以他们已经有这个观念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他们问耶稣是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一切的律法当中 请问哪一条分量最重呢 我们是这样分的 那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哪一条最重 那耶稣当然就回答了 就很简单地回答说 最重要的他引用了 生命纪六章五节 跟立位纪十九章十八节 今天暂且不提立位纪十九章十八节 我们先把重点放在立位纪 生命纪的六章第五节 耶稣就引用他说 你们要尽心尽信尽义 爱主你的神 他说这是律法中分量最重的 他说整篇的旧约律法 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结 如果归纳成一句话的话 就是这一句了 你们要尽心尽信尽义爱主你的神 要留意如果你去看生命纪原文 那边讲的是你要尽心尽信尽利爱你的神 没有尽义没有mind 那是因为希伯来的文化 到了希腊文化有点的改变 希伯来文化当你讲到心的时候 讲的是你理性的一部分 你的rational 这是reason 就是你的那种逻辑思维的那一部分 所以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mind 这个字的 也没有brain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希伯来文 mind加脑残 没有这个字 你只能说你没心 没心就是没脑 就是脑残 所以心残就是脑残 但是到了希腊文化的时候有点改变 希腊的文化觉得心是负责情感的部分 感觉感受 所以当你敬拜的时候 哇 好有感受 我感受到神满满的爱 那种的情绪是心出来的 那他们认为mind才是真正控制你的 那种逻辑思维 所以当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的文化的时候呢 就不能够只用静心 因为希腊人听了 他们会误会说 就是敬拜 就静心 就意思说要很多情绪出来 其实希伯来文讲的是 要用很理性的去敬拜 所以无论是马太 马可还是路加福音 都不约而同的 在quote这段旧约圣经的时候 加了敬意 with all your mind 就这个意思 因为他在解释 原文静心这个字 OK 所以我再解释一下 反正就是用理性来敬拜 那就非常适合什么 理工兰 对不对 最多理工兰 理工兰也是可以敬拜的 因为敬拜本来就是需要用到你的理性 因为这不是迷信 也不是宗教狂热 我们的信仰 你需要经过思考 分析 需要经过你的理性通得过 摩西让我们知道 耶稣让我们知道 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 有根有据的 无论是耶稣的出生 他做过的事情 他的死 他的复活 无论是圣经考古 历史上都很赞的文 所以这一切是有根有据的一个信仰 不只是一种狂热 它是有理性的 所以敬心 敬意是讲什么的 all your soul 在希伯来文文化里面 敬心讲的是用理性 那敬心 with all your soul 讲的是 你看不见的那部分 你的灵魂 你里面深处那个最真实的你 那个称之为灵魂 your soul 就是看得见的部分 跟看不见的部分 都要一同来敬拜 那第三部分当然是敬礼了 所以敬礼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是你外在的行为了 所以无论是你的情感 理性 你的身体力行 外在的行为 加上你看不见的那部分 你的灵魂 内心深处最真实的那个自己 他说都要一同的来敬拜 敬拜是要敬礼的 有没有看过年轻人 怎么追求他们的偶像 年轻追星有没有 年轻追星是很敬礼的 任何一个明星 如果你真的追他 什么有个签唱会什么的 什么早上六点钟在那边排队 这九点钟才来 六点钟排队 很敬礼的 对 年轻人要敬拜他的偶像的时候 是非常的尽心尽力 有时候那种的态度 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 对吗 因为有时候我们敬拜 是挺不上心的 对吧 就是什么迟到早推的 这边还好 我觉得山谷还不错 Milpilus非常严重 通常都会唱到第二首歌 蓝蓝蓝蓝地走进来 然后唱歌又不唱 举个手都懒得举 没有尽力 去看看年轻人 怎么追他们的偶像 年轻人敬拜偶像 是很尽心尽力的 至少这种态度 值得我们学习 耶稣说如果你要学习怎么样 去敬拜神 他说神要的是一种 尽心 尽心尽意 尽力 去爱主你的神 2017年 其实我花很多时间 跟不同的弟兄姐妹聊天 然后 当我在这个教会 已经第11年了 步入 已经在10年了 也跟很多弟兄姐妹 有很深的交往 聊天 很多弟兄姐妹 特别是 已经步入了中年 甚至过了中年的弟兄姐妹 通常我们聊天的时候 都会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你应该已经很明白 你在事业上 大概到什么位置 就是你在公司 大概什么位置 你应该已经知道 就是你大概 就是说你尽心尽力 大概就差不多 就那样了 所以人生到了中年 其实有一个危机出现 就是 你开始对人生 失去了一些激情 你觉得人生开始没趣 你那份工作 说真的 你也不是很热爱 你那份工作 年轻时或许曾经热心过 可是现在工作 对你来讲 只是养家的一份职业 对你来讲 你可以比较轻松地做 你也不会全心地去拼你的事业 就是 反正不要被老板吵了就好了 该做的project 我还是如期交货 我还是完成 但是我不会说什么 尽心尽力去 全身心投入 因为你知道 大概你的位置去到哪了 人到了中年 很少人让我看到 你对人生 还是可以充满激情 很少人过了中年 会觉得说 我人生还有一个目标 值得我全心 全力全意 尽力地去做 你知道 人生如果有一个目标 值得你全身心灵投入的话 你会过得很幸福 可是大部分的人 过得不幸福 是因为我们人生 没这样一个目标 年轻时有过 但后来慢慢你发现 那个目标 曾经 too young too simple 那个年代 追求过 可是慢慢你年龄大 发现 那不是你想要的 那个给不了你 你所要的满足 所以慢慢你觉得 那个我也不想 什么全身心灵投入 很多的兴趣 你曾经全身心灵投入过 但后来你发现 我也不想那么投入 最近我有一个 年轻的学生 开始学习炒股票 对吧 他说我最近投资股票 我说你赚了多少 他说最多的时候 赚了五块 五万美金 不是五块 五万美金 他说后来呢 后来又亏了五万 他说 这搞了一半天 说一分钱没亏 一分钱也没赚 对吧 这瞎折腾 对吧 什么叫瞎折腾 那我说五万 我说你是不是拿了 你父母给你的学费 去炒股 他说不是 我父母是除了学费以外 再给我一笔钱炒股的 我说那就好 随便你 他说我可是很 全身心灵投入炒股的 我是看着这个 纽约什么时候开市 我就起床 开始盯着电脑看 他说股市升的时候 他说我可以盯着 电脑一看就一个上午 看着他升 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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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如果跌呢 跌了马上关电脑 不看 采取完全逃避的态度 不看 每个年轻的时候 我相信你都有一些事情 值得你好有激情的 全身心里投入 尽心尽力做好它 你知道人到了中年就不一样 你很多东西你觉得 那些东西你即便投入所有身心里 你得不到你该有的满足感跟幸福感 有些东西没办法给你应得的回报 所以慢慢你一个一个的目标慢慢地放弃 说这不值得 最后连你最在意的工作你都放弃 反正交差就行了 该做的工作就完成 我也不会什么跟你拼了 没这必要 我到这个年龄大概你知道你在公司能够熬到什么地位 你知道的 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就是 原来在圣经里面 其实神早已经给了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一个让你幸福感满满的目标 原来每个人人生都有一件事情 是值得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做好它的 而且这件事保证有两个保证 第一保证过程让你最满足 第二保证结局的时候 结果回报率是最高的 就是这件事 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这件事是适合所有年龄层的 你知道有些事情对某些年龄层的人来讲是太晚的 对吧 你总不能怎么今年开始决定 我今天开始全心开始跳芭蕾 太晚了 虽然这个例子有点奇怪 太晚了 但是尽心尽力爱主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都不晚 适合任何一个年龄层 无论你的学术地位高低 我没文化 无论是有文化没文化 你博士你小学毕业 无论你任何一个人生阶段 都可以学习说这是我的目标 原来人生 当人生这一切让我都觉得没意思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全身心灵去拼去做 因为这件事保证在你过程当中 给你满满的幸福感 到头来你觉得这件事的回报率也最高 最值得你投入 就是这一件 我很感恩 因为人生有时候确实让你很失望 无论你对很多事情 很多的爱投入很多的事情 结局让你很失望 可是当你这一切觉得无趣的时候 圣经至少给你一个盼望 原来圣经说最重要的一件事 适合所有的人 2018我也希望你在第一个主日 你可以心里面跟神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人生其他没什么值得 有些的兴趣 一时间让我觉得有兴趣 但也不值得说我什么尽心尽力去做 就适合为止 适可而止就好了 就娱乐一下 有些兴趣 但人生是不是还有一件事 是值得我所有时间尽力 尽心去把它投入做好的呢 还有就是这一件 全人的敬拜跟爱主 至少你人生很迷茫的时候 捉住这一件 你发现你人生可以过得很踏实 你的幸福感会很满 到头来你觉得这真的值得 我们三股教会开始了四年 今年进入第五年了对吧 不知道你们有参与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 还记得那段时间 最忙的时间 各种的筹备 各种的广告 各种的什么 去promotion 什么父亲节 什么各种的 就跑到那种什么 那种什么plaza里面去拍穿单 去办这照相 各种的活动 那时候多累 对吧 全身心里都疲惫 可是值不值得 过程很幸福 结局呢 也让你觉得这真的值得 你看到神怎么样祝福与我们同在 能够四年以内就能够拿下 这么好的一个building 满满的祝福 每次想起那种满足感都还是满满的 都让你觉得充实 这种事情值得做 值得投入的去做 所以希望2018 或许无论你人生哪一个阶段 你年轻 你年老 都一起来学习 这一件事还值得你有生之年 尽心的去把它做好 对吧 全人的敬拜 好 下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 主耶稣所引用的这段圣经 教导我们什么 他教导我们一同学习 不单只全人敬拜 全家一起来敬拜 神希望我们整个家庭 一同来敬拜 所以在生命纪六章四到九节 那边是这样说的 这是摩西讲的话 摩西说 以色列你要听 耶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儿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生命纪讲什么呢 是讲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 他们终于经过各种的神迹奇事 他们本来在埃及围炉之地 做奴隶 神把他们解放他们 自由了出来 然后就经过旷野 四十年 神要带他们进入 所谓的应许之地 神答应把这块地给你 就是现在迦兰美地 就是迦兰地 就现在的以色列 耶路撒冷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跟着他们进去 那第一代的人 因为不听神的话 就死在旷野 那第二代 比较年轻的一代 他们就能够 现在四十年过了 终于要开始 从旷野进入迦南地 那么摩西就不能陪他们进去 因为神要接走摩西了 所以这是摩西临别的证言 就是他临回天家之前 最后讲的一篇道 来预备以色列的会众 年轻的一代 进入一个多神的文化 一个义邦的文化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们应该怎么样保存 一个很纯正的信仰 他讲的是这个 所以《生命记》记载的是 摩西的一些的讲道集 是他临死前 最后的一篇讲道 他把最重要的事 都跟他们讲了 那《生命记》 我们刚刚读的第六章 他讲什么呢 在第六章的时候 他讲的是 摩西在这边是解释 怎么样应用 十诫里面的第一诫 十诫第一诫是讲什么 他说 记载在出埃及 二十章二到三节那边说 我耶华你的神 就是我是你的神 曾经将你从埃及 为奴之家救出来 就是我救你们出来的 接下来是第一诫 他说 因此 因为我救了你们 所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 有别的神 这是第一诫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 这是最重要的一诫 就是第一诫 所以摩西在这边是解释第一诫 所以这边说 听以色列 耶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神 就除了我以外 不可以敬拜 不可以拜其他的神 只能够拜我一个神 这边也是旧约 这个命令里面 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应该是创世纪 至少在旧约律法里面 也讲到 原来这是三位一体 因为那边说 以色列你要听耶华我们的神 耶路姓原文 指的是负数的神 L是单数的神 Ella是两个 两个以上叫耶路姓 所以两个以上 耶华是我们的神 负数两个以上 是独一的 有三有一 三位一体 所以这是其中律法里面 他说下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 因为在第一节里面 他只说了 除了我以外 你不能拜其他的神 只能拜我独一的真神 可是他并没有解释其他的含义 可是当摩西在这边的生命纪的第六章 第五节 他讲完第一节的时候 他为第一节做了一个很全面的含义 一个实用性的定义 他为这种独一真神的敬拜 下了一个实用性的定义 换句话说 他说 什么称之为 只敬拜独一的真神 就是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爱 耶华你的神 这叫做敬拜独一的真神 他为敬拜独一真神 下了一个定义 这才叫做敬拜 所以敬拜独一的真神 不只是说停留在会幕 我有来参加会幕敬拜 我每个礼拜有来教会做崇拜 我就已经在敬拜独一的真神 不信你来我家看看 你看不到什么 我没有拜观音 我家里没有任何偶像 什么土地公 什么都没有 你只看到耶稣是我家知足的牌 所以我敬拜独一的真神 当然这是最低的标准 有些基督徒 连最低的标准都做不到的 你进到他家一看 一进门一个八卦镜 你看除了独一真神 你还信风水 我就知道 所以这是最低的标准 但不是说我做到这个标准 你看我就已经是敬拜独一的真神 摩西给了一个定义 他什么叫做敬拜独一的真神 尽心 尽信 尽力 爱主你的神 他说这是第一界里面的一个含义 一个implication 所以敬拜独一真神 不是你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反正有来没有拜观音 就是独一真神 不是的 所以敬拜真神 是我跟你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我一生都在学着功课 怎么样称之为敬拜 除了他以外 我没有拜其他的东西 我只全心全意爱他一个 这个叫独一真神的敬拜 这种境界是你跟我一辈子 需要去学习的 所以不是停留在宗教的仪式 是一种爱的表现 那生命纪接下来第六章六到七节 摩西讲到这种 尽心爱神的真实的敬拜的 另一个层面 就是怎么样把这种 全心全意爱神的敬拜 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因为生命纪最重要的是这个主题 老的一辈子过世了 年轻的一代 他们曾经小的时候 有些记忆经历过神 带他们出红海 分开红海 带他们出埃及 他们也曾经小的时候 或者那时候还是teenager 见识过神 亲自搬十戒 但问题是 他们的下一代 特别是有些是 到了旷野才出生的 后期才出生 现在才两三岁 他们要跟着你一起去迦兰地 有些更糟糕 进了迦兰地 有些是ABC 进了迦兰地 才在那边出生的 他完全不知道 我的父辈哪里来 你们曾经在埃及 曾经旷野住过四十年 我不知道我出生就在迦南 我也是 熟悉迦南的文化 所以你们下一代会是那一代 你怎么样 把这种纯正的信仰 指敬拜全心爱独一真神的信仰 传承给下一代呢 在经文里面 摩西给了我们一些的提示 一些的原则 短短的两节圣经 我们来看看 它给我们一些什么原则 这个原则 可以应用在不同层面的 第一 它应用在你本身 自己家里的层面 但不只是家里层面 还有更多 我有一次讲到信仰传承之后 讲完之后 有个男家跟我说 哎呀太晚了 我二女都大了 不关我的事 我说关你的事 因为这个信仰的传承 不只是用在你自己家的 也用在教会的层面 你来到教会 我们一个大家庭 你的孩子大了 别人孩子还没大 他的孩子还在教会 我们怎么样一同 把这个信仰传承给教会 年轻的一代能够接棒 这也是我跟你 聚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不要说 我孩子大不关我的事 关你事 关你事 没有孩子也关你事 对吧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 当我们开始 明年开始一个跨世代 事工的时候 我们要所有年轻人 都来参加 因为有些的父母 他没办 有些事情父母不适合跟孩子讲 他比较适合一个大哥哥跟他讲 你就是那个大哥哥 那个大姐姐 你应该充当这样的角色 有些话应该有你的口 跟那个孩子讲 好过他父母 他父母讲他不听 大哥哥讲他会听 你也有责任在教会里面 一同把这一代信仰传给年轻的一代 所以这不同层面 还有一个更大的层面 除了我们本身教会大家庭 还有什么 神国的层面 大家知道在北美 教会把信仰传给年轻一代的这件事上面 我们目前为止做得挺失败 所以教会普遍老化 我们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所以希望不但是你们家 教会这个家 神国更大的一个家 我们需要很多进步的空间 那今天我们来看 既然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摩西在生命纪六章 这两节圣经 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 第一个提醒 第一个原则 他说敬拜 不应该只停留在教会 它必须要进到你的家里面 你才能够有效地传承给下一代 所以摩西那边说 无论什么 我今天吩咐你的话 就要记在心上 无论你坐在家里 摩西不是说 无论你坐在教会敬拜 还是坐在小组 还是坐在hub里面 不是 他说坐在家里 如果这个尽心尽心尽力 爱主独一的神 这种的信仰 敬拜的模式 只停留在会幕 只停留在圣殿 会堂 教会 没有办法进到你的家里 你就没办法 把这个信仰 有效地传承给下一代 只靠一个礼拜来教会的 无论是威逼利诱都用尽了 逼你的儿女来教会一个小时 那个不足以影响他们的 如果你的敬拜生活 只停留在教会 你的孩子是知道的 我爸妈一来到教会 就好像圣灵上身了 疯狂地敬拜 那回到家是另一副嘴脸 这种是最turn off的 下一代你一看就知道 hypocrite 马上就讨厌这个信仰 这是最没有效果的 所以摩西说 为什么说我今天吩咐你的话 千万不要只在会幕里面才讲 你要把它带到你的家里面 这第一个 第二个原则 他说不但只是 无论你坐在家里 下一句 行在路上 他就话说 当你离开教会 行在路上 就代表你人生除了教会 家里就是行在路上了 对吧 无论是你出去工作 一起出去吃饭 全家大小 一起去旅游 你载你的孩子去上学 行在路上的时候 摩西说原来也是一种敬拜 这种尽心尽力爱神的敬拜 不是停留在教会 是在家里 在路上 在你去上班的路上 你接孩子的路上 一起去吃饭的路上 一起去旅游 一起去pickney 一起去办事情 无论家里路上 他说都应该带到这个层面 才能够把你的信仰 有效地传给下一代 那第三个原则 他告诉我们方法 他说你用什么方法 能够在家里 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能够把信仰 影响你的下一代呢 他说 有两个字很特别 他第一个字就是 教训 他说你要殷勤地教训 你的儿女 教训这个字 翻译成今天 似乎有点负面 因为年轻人 不喜欢被教训 你听到教训 以为说 这边讲的是训话 支备他 但是原文不是讲教训 原文是讲训练 training 而且特别指一种的训练 透过激发 开导 诱导的方式 去训练一个孩子 这边讲的是 他们以前的希伯来人 他们为了 培养他的孩子 开始 develop 就发展 他的味蕾的时候 用一些蜜糖给他吃 刺激他的味蕾 去发展 这种刺激 激发 去训练 他的味蕾 去发展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用这种方式 去诱导他 激发他 去训练他 这个信仰 所以不是训话 不要以为说 圣经叫我训话 不是训话 是训练 透过诱导 激发的方式 训练 用信仰训练你的下一代 下一个字 他说怎么样 很简单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怎么训练呢 就是无论在哪里 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什么 谈论 简单吗 很简单 摩西说 你只要跟你的孩子 谈论就好了 什么要谈论 talk about it 简单吗 just talk about it 不要以为简单 我告诉你 这是信仰最高境界 我告诉你 为什么最高境界 这边讲的不是讲道 不是要跟你的孩子讲道 他说跟你的孩子谈论 你知道谈论跟讲道的分别吗 我去 我连底去LA看我的导师 他跟我 我们什么都聊 他聊到其中一个话题 很搞笑 他说因为他路德会 他路德会里面 坐到很大 很高 很高的位置 所以他要关顾很多的牧师 他说在路德会里面 他认识很多的牧师呢 台下讲话的语气很正常 就讲人话 可是一上台讲道 突然间整个口腔就变了 一个preaching tone 一个讲道 一上台就变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说明明你台下讲话 是正常的嘛 你为什么上台突然就变了呢 你可不可以台下讲人话 上台也讲人话行吗 就不要上台突然间 对吧 所以说你在家里也不是这样的 对吧 平时跟你孩子讲话都正正常常 都突然一一翻开圣经 突然间就圣灵上升了 这样子 对吧 你们要爱主 不要这样好不好 正常一点 正常 在正常跟你孩子的谈话当中 闲谈 一个natural casual conversation里面 能够带出信仰 弟兄姐妹 这对我来讲 是最高的境界 我这么多年都很难训练 能够弟兄姐妹做到这一点 大家都是分开的 就是闲谈归闲谈 就正经式的时候 整个腔都变了 对吧 这种效果不大 摩西说什么 把信仰融入你生活的 很自然的融入你生活的 每一个环节 因此 当你无论在家里 行在路上 你躺下起来的时候 你很正常的 很casual 闲谈中的conversation 就已经带出了信仰的部分 就说人话 很简单 这种是最高境界 我记得 我在神圈读书的时候 我的院长给我影响很深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闲谈 他说 你很年轻出来做传道 他说我也是 我18岁被神呼召出来做传道 他说 我跟你说 这年轻人出来做传道 就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你经验不够 人家觉得你经验不够丰富 他说怎么办 我叫你一个秘诀 他说 多看书 不要只看圣经的书 什么书都看 什么企业家的 什么各种 教育家的 各种各种 人物的自传要看很多 他说你没有的经验 可以从书中学到别人的经验 这样丰富你的经验 这很好 这短短一个闲谈 改变我一生 我从此照他的方法做 我不记得老院长在讲道的时候 跟我讲过什么 我还真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在闲谈的时候 他跟我讲这句话 改变了我一生 影响我最深的除了院长 还有我以前的mentor 我的导师 他带我这么多年 我也不记得他在带团契的时候 跟我讲过什么 但是我记得他约我到他家里 喝茶的时候 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说的那些话 我记得 你知道信仰的传承 最重要的 不是在你教会来教会 那个一个小时里面的 那个小时 有些帮助 但帮助不大 真正帮助是什么时候 闲谈 知道吗 吃饭的时候 中国的现在幼儿教育权威人士 Dr. Wei 一天到晚出讲座出书什么的 Dr. Wei说在家里影响孩子 最重要的时间是什么 吃饭的时间 他说一家大小吃饭 现在你们家里怎么吃饭呢 跟小孩 是不是一家四口 一起拿起手机 Dr. Wei说不要这样吃饭 吃饭的时候有个规矩 大家暂时把手机放下 吃饭的时候 是你跟孩子交谈最好的时间 他说 不要一天到晚 只在你孩子身上套话 你今天学校怎么样 最近有叫什么朋友 说说来听听 说说 你要主动先分享一下 你今天发生什么事 公平吧 你也得说 你爸爸今天在公司 谁又找我麻烦 你知道我怎么对付他吗 这种 你知道这种就是 你跟孩子 拉近关系 最最有效的方式 信仰就是这种 闲谈中出来 吃饭的时候 最有效的时间 吃饭那一个小时 大家坐来聊聊 我告诉你今天 发生什么事 作为父母 信仰怎么影响 我用什么态度 看这些事 我怎么处理 我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怎么处理 然后再跟 你先分享 你的孩子 自然就会跟你分享 我在学校住到 谁要欺负我 什么的 你要跟他讲 对吧 这种就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在家里闲谈 坐在家里吃饭 躺下 对吧 你不会躺下一分钟 就昏迷的吧 躺下指的是 bad time 对吧 你不是睡觉前 有没有跟你孩子 一同祷告一下 花个五分钟 对吧 总结一下 今天过得怎么样 有什么需要祷告 你现在最关心什么事 明天会学校 你最害怕 见到哪个胖子 要欺负你 对吧 要不要祷告 求神来治他 对吧 你自己祷告 对吧 就是bad time的时候 也是跟你 你跟孩子 能够谈到信仰 最佳的时机 所以不要把信仰传承的事 只放在教会的主日学 那个我们教会会尽力地做 可是父母要负起一个责任 你回到家 怎么用你在家里吃饭的时间 bad time的时间 你送你孩子上学 下学的时间 那个时间 casual conversation 那个才是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 所有我的前辈 对我影响最深 都是casual conversation 我完全不记得他们的讲道 查经师讲过什么 不过我记得 他跟我吃饭 聊天的时候讲过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最后我多加一个原则 没有记在今天的经文上面 但是我读给你听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当你要把信仰传给年轻的一代 跟他们谈论信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秘诀 在某个程度上 决定你的谈论成功与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在同一章的圣经 我把章节给你 在圣命纪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 那我读给你听 这个秘诀是这样的 摩西是这样说 他说日后 你们进到迦兰地之后 他说你的儿子 你的下一代 ABC在迦兰地出生 什么都不懂 你的儿子会问你 他说耶和华我们神 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 律例典章 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后代会问 问得非常的有讲究 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 吩咐你们 不是吩咐我 这信仰对我来讲是second hand 这信仰怪我什么事 神吩咐你们 是给你们的 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 什么意思我不懂 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 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 要去会幕献祭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吃猪肉 有太人 很多为什么要说割礼 下一代会问的 因为嘉兰的风俗都不是这样 他们吃barbecue 叉烧吃得那么开心 我们不能吃我家不能吃 他总会问你 爸为什么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叉烧饭 为什么 他一定会问 神给你的 为什么我要守 下面是那个秘诀 摩西说 你怎么回答 他说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 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 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我们面前 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 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 并到全家身上 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 要领我们进入 他向我们列祖 启示应许之地 把这地赐给我们 你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 他说当你的孩子 问你为什么要守这些典章律法的时候 他说第一 不是用你的权位去压他 这个家老爸说了 说你别废话 听就是 对吧 我们家最民主 你是民我是主 听我的 不能够这样压他 第二 不要用神的权位去压他 神是最伟大的 他说了就定了真理 他说了就算 别问那么多 跟着做就对了 他说不能吃猪 一定吃猪跟你没好处 就这样做 也不能这样压他 你知道在 达尔文不是写了物种起源吗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其实达尔文本身 他不一定是个无神论者 因为在物种起源里面 他有说其实 神学界已经证明了 可以足可以证明神的存在 但是他不是无神论者 但是为什么他成为 无神论者的一个罪魁呢 那是因为在当代 有一群人叫做 在称之为维多尼亚时代 那维多尼亚时代 有一个很特征 就是父母教管孩子很严格 听说很多父母 在孩子三岁开始 就逼他们用 希腊文来背圣经 而且很严苛 各种的管教都是用神的名义 对吧 神给我父母的权柄 要责罚你 那有些父母甚至于用神的名义 虐待孩子 对吧 有很多很让你很伤心 看了很心痛的例子 比方说有些孩子养了一只猫 很喜欢那只猫 那父母觉得这只猫影响你学习 有一天孩子放学回来 发现父母把猫给杀了 那孩子大哭 那父母说 我不希望这只猫影响你跟神的关系 你给我好好背圣经 因此把你的猫给杀了 所以是用神的名字 虐待下一代的小孩 当达尔文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时候 这一批被虐待大的小孩 刚好长大了 二十岁 三十岁 所以他们看到最佳的时机 perfect timing 依勇而上拥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作为攻击教会的一项最有力的武器 我要推翻我父母的信仰 神不存在 这个叫做atheist syndrome 当你用神的权威压下去给下一代 你别跟我废话 反正神说了就算 下一代绝对反抗你的信仰 这个不是一个有效传承信仰的方式 有效是什么方式 他说当你的孩子问 为什么要守这些律法的时候 你跟他讲故事 你跟他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 讲神救赎你的故事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方法 你的孩子问为什么守着这些 典章律法 不要依据一下 反正神说了算 不是 告诉他你的故事 当初神什么救你的 你以前是怎么样子的 你曾经是罪的 你现在各种罪中你出不来 神怎么救你出来的 他为什么你今天能够成为了神的儿女 耶稣为你做过什么 既五约讲的是从埃及地出来的故事 到了新约我跟你讲的是 耶稣为你做过什么的救赎故事 他说讲故事是最好的方式 当你孩子有意外的时候 讲故事 讲神在你身上的故事 你经历过神什么 你有什么挣扎 神怎么帮过你 这是最有效的信仰传真的方式 讲故事 有很多的基督徒 你得救 神救赎你的故事 你一生只讲过一次 就是受尽的那一天 教会规定要讲 没办法 从此以后绝口不提 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 摩西说要不断地提 每一次你的孩子问起 都讲讲你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 救赎的故事这么重要吗 你知道救赎的故事 看起来简单 就是耶稣为你盯了十架 就这么简单 你应该受的惩罚 他为你背负了 他把他的意给你 因此神经那个 毫无保留地爱你 即便你不完美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 是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人 基督为你一切的不完美 该罚的耶稣替你罚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弟兄姐妹 可是在生活的层面 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 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的领受是很不一样的 你知道这种旧书的故事 是应用到人生每一个阶段 包括你怎么样带你的孩子 你怎么样规划 叫他应该礼拜六去 什么补习班 要补习班还是不要补习班 要学钢琴 不学钢琴 都跟这个有关 你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有什么关系 很多的父母 你为了你的孩子 是学各种的东西 你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他好 但你问心一句 真的是为 有多少个percent是为他好 多少percent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呢 我的孩子必须学钢琴 为什么 他表哥就学了 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也学了 万一大家一起泡茶的时候 隔壁老王说 孩子来一首 那我的脸面合成的吗 我的孩子也得来一首 对吧 那你不是瞎折腾你孩子吗 对吧 如果你把你人生的价值面子 放在你孩子这一代 你会很痛苦 你的孩子也很痛苦 但如果你把你人生的价值 我今天有脸面有价值 是因为创造天地的主 为我而死 他这么看重我 有这个我够了 我干嘛跟隔壁老王家孩子比呢 我没这必要 我好好单纯想说 我跟我孩子亲子关系多好 你的孩子没压力 你也没压力 是很幸福的 可以很幸福的 信仰是牵涉到任何的一个层面 你们跟孩子可以讲这些 其实父母有时候逼你 诚实一点 30%为你好 我承认 70%为个人面子 我有改进的空间 进大学不逼你 至少你讲清楚 救赎在你身上 神做过什么事情 你诚实地分享 我是个有罪的人 我就是不完美的父母 但是我今天是个基督徒 因为是神爱我 祂爱了我 祂才把这些典章律律给我们 我们为什么应该守 是因为祂爱我们 这才是摩西教我们 怎么样影响下一代的方式 不是用你的权威 不是用神的权威 直接压 讲故事 讲神怎么救赎你的故事 最后一节 六章二十四节 他说耶和华又吩咐 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力 要敬畏耶和我们的神 下面这句很重要 他说 使我们常得好处 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 像今日一样 使我们常得好处 你知道下一代会问你说 为什么我们要来敬巴 各种的礼仪 对吧 你怎么解释给他听 对我来讲 这个是最难解释的 就是因为年轻一代 总觉得说 这圣经所规范的这一套 都是因为神看 我觉得活得太开心 在香港不要那么开心 所以要舒服我一下 你怎么样把神的律力 能够解释清楚 给他听说 为什么这些律力 目的不是为你过得不开心 目的是为你 尝得着好处 这些道理为什么对你有好处 你解释得通吗 你知道我在服侍 学生也有十年的时间 我也接触过上千个 这种学生 特别是十七岁以上的 你知道我最最 让我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怎么样很有耐心 又很有智慧的 让他们能够明白 为什么当你去找男女朋友的时候 你应该找一个同样信仰的呢 因为大部分都不懂 我也明白十七岁那个年龄 你很难懂 你都怎么选 女朋友选漂亮的 基督徒丑的 非基督徒漂亮 我选漂亮的 当然如果又是基督徒又漂亮 那就不用说了 那就不用你教了 我也懂 问题是在 有时候人生就很难选择 对吧 所以要很有耐性地 跟他们解释清楚 神不是归 不是为了让你娶个 不是他要你娶个很丑的老婆 不是这样 他是让你得好处 那这些好处在哪 为什么选一个在信仰程度 跟你相近的相处起来 会更幸福 如果不同信仰 会造成一些 什么potential的伤害 为什么将来这些痛苦 会累积成很多的伤害 这些对我来讲 是很头痛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 可以最节省空间的 就是一句话 反正神说了算 别废话 照做 这对我来讲 是最省事的 但是对我来讲 我知道在年轻一代 这不work 这没效 你要把 要他们 心里面服 说这真的是 为了我的好处 那作为父母 你就要下功夫了 你还真的需要 下点功夫 说我怎么跟他解释 让他解释得通 让他听得明白 用他的年龄生 听得明白 这件事 对他真的有好处 神这些典章律法 是为了使我们 常得着好处 不是为了束缚 我们让我们 过得不开心 不是 那这个解释得通 你的孩子就懂 所以两个原则 第一 谈论 怎么谈论 讲故事 讲神在你身上的故事 第二 想尽你一切 有创意的方法 解释给他听 到底为什么 神的律法 对他的生活 真的是为你好处 不是为了窥范你 这对你真的是好的 会让你更幸福 过程更幸福 结局也更幸福 Tim Keller 他的太太 师母 他说他在家里 最喜欢做一件事 就是他把窗户装饰成 有一个彩虹那样的东西 那早上一起来 阳光一照射起来 那有个彩虹 出现 他就很开心 他说为什么有这个记号 因为圣经说 把神的话 画在门框上 有个记号 他说因为他有一次 灵修的时候 读到 这个罗亚方舟的故事 他说罗亚方舟过后 不是神赤下彩虹 做一个记号 结果这个记号是代表 说神不再惩罚你们 就是 虽然你们还是一样坏 不过神不再 用这种灭亡的惩罚 惩罚你们 这彩虹为记号 他说后来他在灵修的时候 他说看到原文圣经 原来原文指的不是彩虹 原文指的是公 一个bow 所以你看彩虹 就像一个弓箭的弓 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不对 就像一个弓箭 他说他在看到 那个原文的字 说原来神的记号 是一个弓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说 他说这个弓箭很特别 原来这个弓箭 是对着天上射的 它不是对着我射 所以说神的惩罚 虽然应该是射我 应该这种弓箭是射我 惩罚是应该领导我 他说神却把弓箭 对着他自己 他自己领受了这个惩罚 他答应说不在惩罚你 因为你的惩罚 我来背吧 我答应爱你 他说人生 无论什么 遇到什么的状况 有时候有些人生的逆境 让你怀疑神是不是在惩罚我 你是不是不在爱我 他说起来看到那个彩虹 就想起 不对 那个弓是对着神自己的 耶稣说 我自己承担一切的惩罚 祝福给你 我就记得这个救赎的故事 他说每次我的孩子 发生什么事 又怀疑神都不爱我的时候 我就会带他到这个弓面前 跟他说 看看这个记号 妈妈跟你讲一个救赎的故事 妈妈也做了很多措施 不过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神依然祝福爱我 不会惩罚我 这个弓就是记号 你可以用你最有创意的方式 跟你的孩子 讲述你救赎的故事 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希望2018 我们一个大家庭 无论是你家庭的层面 教会的层面 神国的层面 我们一同来学 怎么样把这个尽心 尽心尽意 尽力 爱神 敬拜神的信仰 不但是我们自己学 也懂得怎么样 有效的把这个信仰 传承给年轻的一代 我们一同祷告好吗 主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一切的惩罚 你都替我们背负了 把一切的祝福都 赢给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 用我们全身心灵的爱 去回应这种爱 也懂得把这个爱 带给年轻的一代 帮助在座所有 身为父母的 赐给他们 从里而来的智慧 耐心 爱心 懂得去 有效的 很有创意的 把你救赎的故事 能够把这个故事 好好地讲给下一代听 让他们听得懂 你的圣灵也做工 让这边每一个 的下一代都没有 不会有一个失落 每一个都蒙你所拣选 最后都能够认识 主耶稣基督 你成为他们的救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不吝点赞